喜欢撩骚的男人就是在败家 第一,他败坏了家里的心气 人心其太山仪 你天天跟外面的女人撩骚 不管你也是有多好 你老婆必然是委屈和不满的 彼此就会内耗 心不齐 心气虚的家庭就是脆弱的 别人一攻就容易破了 第二,败坏家里的财气 正常男人比起和女的聊天 更喜欢赚钱、运动 或者想想怎么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心理学家也有过研究 男人对事业的野心是非常强烈的 一个喜欢撩骚的男人 心思怎么可能放在事业上 而且有些男人被外面的女人忽悠几句 还会给人家刷礼物、发红包 多厚的家底也禁不起这么早 第三,败坏家里的元气 一个家庭心气不稳 人心不齐 财气外露的情况 长时间下去必然 让家庭元气大伤 久久都缓不过来 当然我也要提醒一下元配们 发现老公搞暧昧 一定不要放任不管 否则你和孩子都很容易会受到牵连 就会有损失了